第87屆奧斯卡金像獎 台北時間23號上午登場 問鼎最佳影片的電影 包括黑色喜劇鳥人 片中美国男星米高基頓 饰演霍氣的超級英雄演員 为了东山再起 转战百老汇 迎战演技 影迷有目共睹 奇幻电影 欢迎来到布达佩斯大饭店 走黑色幽默路线 剧情描述八面玲珑的饭店总管 离奇卷入谋杀案 过程更不时穿插冷笑话 带领观众经历洗泪交织的旅程 电影美国狙击手改编《真人真事》 好莱坞男星布莱德利库博 化身美军英雄克里斯凯尔 战功标柄 家庭关系却陷入危机 他回归家庭却有新戏正常 全是君子和家庭间的煎熬抉择 电影年少时代导演 理查林克雷特 耗时12年跟拍6岁的素人男孩 从求学 恋爱到走入家庭的成长过程 独特的拍片风格 先前已经拿下金球奖戏剧类最佳影片 强势问鼎奥斯卡 二战电影模仿游戏拿下奥斯卡奖八项题名 成绩亮眼 片中英国男星班奈迪克 饰演二战期间的解码专家艾伦图林 奉命协助英国政府破解德军的通讯加密装置 及时拯救各国无数性命 爱的万物理论以全球知名的物理学家 史蒂芬霍金为主人翁 霍金理患剑动症 年纪辛勤就并发 逐渐失去集体活动能力 尽管身体美好欲下 妻子不离不弃 霍金终究克服难关 完成博士学业 研究出宇宙诞生的理论 近期的鼓手是新锐导演达米恩查德雷 取自个人经历的半自传电影 描述年轻爵士鼓手和指导教师之间的紧张关系 乐手不顾一切 精进记忆的同时 却与现实世界渐行渐远 戏剧张力震撼观众的心 《竹梦大道》呈现美国黑人民权领袖 马丁·路德·金恩争取民权的历史 他在1965年发起平权大游行运动 最终促成美国总统林登 签署通过选举权法 让美国黑人从此享有选举权 发布精彩好片 进逐奥斯卡最佳影片 《小金人讲过谁家》即将揭晓 中央社撞球报道